受IMFQ低全球经济增长预测,及欧美贸易冲突升级等负面因素影响,港股跟随外围低开105点后,最多跌过264点。恒生指数低见29892点,之后逐步修复失地。 跌幅一度收窄至指有17点。收市报30119点。跌37点或0.13。连续三日企稳3万关收市。国企指数收报11764点。跌51点或0.43。主板全日成交1126亿港元。 港股通户6亿8亿元人民币下同正流入。全日余额411.52亿元。 港股通心6亿9亿元正流入。余额410.21亿元。获大行唱好的腾讯独力参市。曾升上389.4元的预9个月高位。 收报388.8元。升1.3。汇丰将其目标价上调至438元。 认为游戏业务前景乐观。中资金融股拖低大市。四大内银股跌0.8%至1.3。 中国平安跌0.2。中国人售跌0.4。中国泰保及新华保险跌1.8%及1.3。 券商股股压重。国泰均安配股。收市急跌6.7%。中州证券跌4.4%。 华泰证券及东方证券跌3.中信证券跌2.2%。 憧憬有政策扶持。汽车板块强势。吉利汽车组断回吐于3.3后有买盘吸纳。 收市倒升2.2%。长城汽车标6.2%。中国重汽涨5.8%。广汽集团升3.2%。 东风集团及北京汽车升于2.2%。另外,零件古内细特及敏实集团降4.2%。福尧玻璃标5.8%。 个股方面,联想集团曾标于8%。建7.58元的预三年高位。收报7.49元。升6.8%。 集团15款侍服器和5款设备将由英特以第二代科塞侍服器提供支援。 此外,集团首席执行官阳元庆子。将进入新的3S战略阶段。 为各行业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。目标是智能终端4倍增长。智能基础设施及智能垂直行业均为2倍增长。 金思瑞午后再发力。层标18%。高建22.75元,收报22.3元。 升16%。该股已连升3日。累积升幅于45%。 1.75元,收报22.3元。 加班职 Reciclin。 这个到底在脱子之前再说 expl換。 颙事不明的鑫子如何。 2次方 моз19解架。